本节目由中华航空赞助播出 中华航空以最优惠的价格 带您回台湾及中国 圆思乡之梦 拜登正式宣布参选连任 不自信恩当家主持先后离职 主单职业人士过引发正话为一 各位观众玩 欢迎收看4月25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于心轮 拜登总统今年正式宣布竞选连任 也发布了新的口号 Let's finish this job 让我们完成这项工作 拜登将明年的选举 称之为一场反对共和党极端主义的斗争 而他的老对手川普也已经叙事待发 扬言要在辩论舞台上 与拜登再次一决高下 今天上午 拜登总统正式启动了他的连任之旅 至于他四年前宣布参选 2020年总统的日期如出一辙 在纳斯的总统竞选中 拜登的口号是恢复国家的特性 防止川普获得第二个任期 这一次拜登则说他的工作还没有做完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迅速做出反应 用AI生成的视频 模拟了拜登如果连任会发生的各类灾难性后果 其中包括了移民危机 战争蔓延和经济崩溃等等 拜登总统正式宣布参选之际 他的支持率却依旧很低 根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一项免疫调查发现 只有26%的美国人认为拜登应该竞选第二个任期 而在反对他参选的票数中 有近一半的人说他的年龄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而拜登如今最大的对手 依旧是那个男人唐纳德·川普 川普也在拜登竞选两人后不久就发文谴责 抨击拜登对于经济和通货膨胀的处理方式 猖獗的非法移民 灾难性的阿富汗撤军行动等等 还将拜登称之为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总统 不过今年76岁的川普也表示 他期待在辩论舞台上再次与拜登会面 然而根据民调显示 选民们却似乎不想看到这两个老面孔再次相聚 根据NBC和华尔街日报的联合民调显示 有70%的受访者不希望拜登参选 也有60%的受访者不希望川普参选 民调还显示 如果拜登再次与川普竞争 会有三个百分点的优势 但当他面对尚未宣布参选的佛罗里达州州长 德桑蒂斯或其他共和党候选人的比赛中 则都呈现了负面的结果 这两位老对手是否会再次碰面 现在还不得而知 但至少在党内初选的竞争当中 民主党的团结或将帮助拜登 再次顺利站在最高的舞台 福克斯新闻和CNN的当家主持 昨天先后离职 引发新闻业的动荡 福克斯主持塔克·卡尔森 因为Dominion诉讼案 所导致的风波而遭到辞退 CNN的唐莱蒙 则是因为针对女性的不当言论 而被迫离开 这两家最具有代表性的左右派媒体 或许也将迎来新的变化 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 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主持人 唐莱蒙 在一系列的争议事件后 终于在昨天被双双 踢出了他们的电视台 就在福克斯发表声明的几小时之前 该频道依然在宣传 塔克·卡尔森的黄金时段节目 这也从侧面显示了 这一决定的突然性 塔克·卡尔森的节目 是福克斯 甚至是美国有线电视史上 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 其中充斥了大量的反移民 反疫苗 阴谋论的论调 深受右派粉丝的喜爱 但随着上周 Dominion投票公司 诉讼福克斯新闻案达成和解 福克斯最终赔偿了 大约7.5亿美元的巨额和解金 这也让卡尔森在此前节目中 多次宣传选票作假的说法 显得有些尴尬 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 卡尔森与同事交流的短信内容 遭人曝光之后显示 他写道 我非常讨厌他 川普没有什么好的一面 但无独有偶 右派的福克斯 开除了一名当家主持 走派的CNN 也在昨天开除了 城间新闻的主持人 唐莱蒙 与塔克克尔森的释然不同 唐莱蒙则对他被开除的反应 较为激烈 还特意发文称 自己对这一决定感到了震惊 不过CNN 则在一条推文中回应称 莱蒙的声明并不准确 他被提供了 与管理层会面的机会 但他却选择在推特上 发表了声明 唐莱蒙已经在CNN工作了17年 他在2月份的广播中曾经说 总统候选人 尼吉海利已经不在他的巅峰期 而一个女人在20岁 30岁 40岁时 才算是处于巅峰期 即便是他后来 为这些评论道了歉 也没有出现在CNN的 第二天节目当中 该事件还是引起了多方的声讨 唐莱蒙还被曝光 一次对女同事有过不当的行为 就连新晋奥斯卡影后杨子琼 也在发表得奖感言时说 不要让任何人定义你是否过了巅峰期 如今左右派媒体先后辞退正义主持 也有业内人士猜测 两家媒体是否会选择较为温和的路线 而不再像以前那样针锋相对 北达克塔州州长周一签署法令 禁止该州内的所有女性在任成超过六周之后堕胎 这项法案与佛州此前的法案基本类似 但附加了更为强制的规则 包括被侵犯甚至乱伦的怀孕均算在内 北达克塔州州长道格伯格姆周一签署了一项法令 实施成为法律 这项法律将紧跟随佛罗里达州的立法 规定妇女在怀孕超过六周之后就禁止再进行堕胎 甚至在佛罗里达州相对宽松的解释项里 在北格达克塔州的立法中也被删除 包括被侵犯 亦或是乱伦的怀孕都被包括适用于该法律 唯一的豁免权是当怀孕的母亲生命受到威胁时 才允许堕胎 随着上周五最高法院对堕胎药美副陪同的贩售 做出了保护性的判决后 北达克塔州的立法再次为两党之间 关于堕胎权的问题针锋相对 拉开了新一轮的序幕 而这项政策也必将影响 即将在明年上演的总统大选 已经宣布竞选的共和党候选人尼基·黑利 今天公开谈到了这一关键的话题 自去年最高法院推翻罗伊素韦德案以来 各州对该程序的使用情况差别很大 黑利此前一直公开表示支持反堕胎 并在担任南卡罗兰纳州州长时 签署了仅止怀孕20州后堕胎的立法 这比其他许多州所做的限制要小得很多 而黑利则认为各州应该有更多的一致性 I do believe there is a federal role on abortion whether we can save more lives nationally depends entirely on doing what no one else has done to date and that is to find consensus that's what I will strive to do 著名亚迈嘉义美国音乐人哈里·贝拉·芳特 今天在纽约的家中应病去世 享年96岁 这位被誉为加勒比流行音乐之王的音乐家 和民权活动家 在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为全世界的民权和贫困儿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香蕉船歌曲开场 by day out 将出生在哈林区的哈里·贝拉·芳特 推上了世界 贝拉·芳特是加勒比海移民的儿子 通过音乐和教育 使自己摆脱了贫困 贝拉·芳特在纽约市的贝威 有时粗暴 开始塑造了这个后来对美国音乐和戏剧 有重大影响的人 贝拉·芳特在20世纪50年代初 突然出现在娱乐舞台上 他被称为加勒比智王 因为他使亚迈加的民间音乐流行起来 大约在同一时期 他因在电影卡门琼斯中的角色 而赢得了热烈的评论 这是第一批由全黑人演员出演的电影之一 获得了票房上的巨大成功 这个有的独特沙哑嗓音的男人 后来录制了40多张专辑 包括原创唱片和合集 并主演了10多部电影 时间跨度超过了50年 贝拉·芳特在20世纪60年代初 为他的唱片赢得了几个格兰美奖 并且是第一批赢得托尼奖的黑人表演者之一 因为在百老汇热门作品 约翰·穆雷·安德森的年间 在他的晚年中 他在大一幕设计更大的种族和阶级的社会问题 如1995年的《白人的负担》 贝拉·芳特的事业让他忙得不可开交 但他总是也为家庭挤出时间 他是两次婚姻中四个孩子的父亲 他的女儿莎莉·贝拉·芳特追随他的脚步 成为了一名女演员 虽然他的音乐和电影为他赢得了名声 但贝拉·芳特也作为政治活动家 开始打下基础 在60年代 他支持美国黑人的公民权利 并与马丁·路德金博士 以及鲍比肯尼迪等人并肩站在一起 后来两人都被暗杀 20年后 他将注意力转向国外的穷人和无权者 特别是在非洲 1985年 贝拉·芳特与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艺人一起 发起了《我们是世界》的美国非洲录音歌曲 这首歌为非洲筹集了超过6300万美元的资金 由于她的人道主义精神 这位艺术家先后获得了肯尼迪中心 ACLU美国国家艺术奖章 和瑟古德·马歇尔终身成就奖等诸多奖项 在后来的生活中 贝拉·芳特进一步巩固了她的遗产 她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基金会 专注于维护社会正义 在纪录片《哈里·贝拉·芳特唱响你的歌》中 她思考了自己的成就 以及未来的工作 《哈里·贝拉·芳特唱响》 肯亚裔邪教据典发现89具尸体 休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苏丹昨天才刚刚签署72小时停战协议 今天一波未凭一波又起 世卫组织称当地的实验室存在高风险的生物危害 战争所导致的破坏让实验室缺乏管理和电源攻击 内部保存着麻疹祸乱等传染病的病原体 一旦泄露 后果不堪设想 苏丹内战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死伤 昨天在美国的调解下 交战双方终于同意停火三天 但先前双方也曾经多次宣称要停火 最终都没有信守承诺 但相比于战争的威胁 今天一场可能的生化危机又带来了新的危害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被迫卷入苏丹武装部队的当地实验室内 存在着高风险的生物危害 但当地的官员们却十分无奈 因为他们也尚不清楚 究竟是谁占领了首都喀姆尔的国家公共卫生实验室 苏丹政府群和反抗武装部队之间的战争 已经让当地的工作人员难以进入这座实验室 世卫组织WHO还警告说 战争所导致的停电 让内部的实验材料非常难以保存 而其中有着各式各样的生物和化学样本 包括脊髓灰质炎病毒样本 群麻病毒样本 以及祸乱胡菌样本等等 电力不足也会导致 储存在实验室中的血带存货枯节 面临变质的风险 一旦出现大规模的泄漏 外界也担心可能会造成 新一场的全球健康危机 根据当地官员的说法 该实验室靠近喀图木市中心 离城市的主要机场不远 由于它正好处于苏丹军事总部的地区之外 也是发生大量战斗的地点之一 军事总部与机场都临近居民区 附近还有几所医院和学校 再加上人员、药品和其他供应的短缺 喀图木现在只有一小部分的医疗机构 能够提供正常的服务 再加上苏丹本就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尽管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但该国却有超过四成人口 依旧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苏丹本就已经打了数十年的内战 尽管南苏丹最终独立 两国内部各派系人马却依旧冲突不断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健康危机的难以预测性 也正在成倍的提升 至于英国金融时报昨天报道 作为七国集团峰会前谈判的一部分 美国向G7国家提出的禁止 向俄罗斯出口几乎所有商品的制裁方案 但欧盟和日本都已经明确表示拒绝 金融时报称 下个月G7峰会起草的声明 将包括一项承诺 即用含少数豁免的全面出口禁令方案 取代目前对俄罗斯逐个产业 分别实施的制裁 这个出口禁令方案 将包括对农产品 医疗和其他产品的豁免条款 两名官员说 该提议是由美国提出的 但据三名消息人士透露 日本和欧盟国家的代表 在上周的一次筹备会议上表示 此举不可行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拒绝就与G7国家的对话发表评论 但表示美国将继续寻找 让俄罗斯承担责任的方法 欧盟从2022年2月以来 已经同意10项制裁俄罗斯的计划 但一些会员国要求将制裁计划 拆成个别项目 或要求本国能够豁免 否则将否决整个制裁计划 如果欧盟同意全面禁止对俄罗斯出口 欧盟内部将重启正义 而且可能削弱现行的制裁措施 此前23日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梅德维杰夫表示 如果七国集团全面禁止 向俄罗斯出口商品 俄罗斯方面将以终止 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作为回应 上周日 G7农业部长发布公报 强调黑海运粮协议的重要性 呼吁各方延长 执行并进一步扩大协议 截至目前 黑海运粮通道 已经运出了2780万吨粮食 运输的玉米 占乌克兰2022至2023年度 玉米出口的66% 运输的小麦占小麦出口总量的56% 自协议达成之后 全球股物价格指数就持续下降 大大避免潜在的粮食危机 坑尼亚警方近日在该国吉利非郡一邪教组织据典内发现多具尸体 截至25日遇难者遗体深至89具 而初步调查显示遇难者死亡的原因可能是绝食 目前警方正在展开调查 并已经逮捕了该组织的头目 事发在肯尼亚港口城镇马林迪 本月中旬当地警方接到线报突袭了某非法宗教场所 解救出15名骨兽如柴的受害者 其中4人之后死亡 根据线索 该机构所处的邻地遍布浅坟 埋葬的都是绝食致死的受害者 不少受害者死状凄惨 甚至有坟中埋葬着一家五口 包括三名儿童 当地警方对此案展开全面调查 并已经逮捕了6名邪教徒 令人惊讶的是 这些教众被洗脑得非常彻底 有教徒获救之后不仅拒绝进食 同时还完全不配合调查工作 只求早登极乐 肯尼亚红十字会称 据当地的工作人员报告 共有112人失踪 当局封锁了沙卡赫拉森林 于320公顷范围列为犯罪现场 继续挖掘工作 并拘捕了教会的教主马肯锡做调查 他在2019年至今年3月曾两度被捕 涉嫌与多名儿童的死亡有关 他在法庭处理案件期间获准保释 肯尼亚总统鲁托24日表示 恐怖分子利用邪教控制民众 他将致力于打击邪教组织 内政部长金迪基表示 将在25日赶赴当地视察 金迪基批评道 这种玷污我们良心的可怕祸害 对如此多无辜的灵魂犯下暴行的肇事者 不仅必须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而且必须对美座教堂 清真寺 寺庙或犹太教堂进行更严格的监管 包括自我督查 这起案件的幕后主使 显然是在滥用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的宗教自由权 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现在让我们来看地方新闻 在南加州蒙特利公园市春节发生的 大规模枪击案过后 近日由加州第49选区 华裔众议员方树强 提出了三项新的恐枪法案 包括对不符合条件的枪支 持有人没收枪支等内容 希望这些法案能够保护社区居民 不受枪支暴力的影响 在发布会现场的官员表示 全美社会中目前枪比人多 控制和减少枪支暴力是刻不容缓的问题 相信新出台的三个法案 能够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枪支犯罪 新提出的三项法案由加州众议员方树强 在蒙式大规模枪击案发生后提出 他希望这些法案能够保护社区居民 不受枪支暴力的影响 其中枪支管控直接相关的两则法案 是AB732法案和AB733法案 AB732法案旨在加强加州司法庭 与地方机构之间的协调 以解决被禁止拥有枪支的人 违规持枪的问题 截至2022年1月 加州武器和禁止持枪者系统名单中 共有24509人 每年至少会新增5000个名字 AB732法案将带动加州和地方机构 积极审查这份名单 只有被禁止持枪者过世或禁令到期 才能删出名字 以确保枪支能够及时地 从被禁枪者的手中移出 而AB733法案则旨在减少枪支的零售 并限制政府机构出售枪支 此法案回应了洛县假释局 试图拍卖该部门剩余枪支的尝试 该法案要求加州政府各部门 不得拍卖枪支 除非获得法律的豁免 AB733将禁止州和地方机构销售枪支 枪支零件弹药和防弹衣等等 第三项法案是AB1638法案 该法案旨在消除紧急情况发生时的语言障碍 要求10%或以上的人 不将英语作为主要语言的司法管辖期内 当发生紧急状况时 当地政府机构应提供居民熟悉的语言 如猛士大规模枪击案发生后 官方发布的信息大部分使用英语 但受到枪击的影响 地区主要是华人社区 受害者家庭成员 幸存者等使用的主要语言是普通话 广东话或越南语 因为只提供了英语信息 导致许多信息错误传递 并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内华达州和加州的多名跨党派国会议员 昨天致信拜登政府 要求加快拉斯维加斯 至洛杉矶高铁的拨款审批程序 两周立法会全部同意 有铁路运营公司的建议 计划费超过100亿美元 延15号高速公路铺设轨道 希望联邦尽快批准资金开建 本周二来自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 两党立法者团体 要求拜登政府为计划在洛杉矶地区 和拉斯维加斯之间行驶的 高速铁路列车项目 提供可靠的联邦资金支持 这些立法者声称 他们同意了铁路运营公司的建议 需要花费超过100亿美元 延15号高速公路铺设轨道 根据此前的报道 这条全新的高铁系统 全长约218英里 通行后高铁列车时速可达到200英里 该工程的建设方案 包括利用现有的铁路系统 连接洛杉矶市中心和圣贝达迪诺县 再由圣贝达迪诺县出发 途经圣利谷 赫斯皮利亚 苹果谷 库卡蒙格牧场 最终到达拉斯维加斯大道 此外 该方案还计划在棕榈谷与加州等地相连高铁 负责运营的Brightlight公司表示 高铁通行后 预计每年将减少超过4000万次的汽车 和巴士旅行往返拉斯维加斯 有利于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和减轻15号洲际公路上的交通负担 而早在去年3月 Brightlight就与高速铁路劳工联盟 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劳工协议 该联盟由13个铁路工会组成 代表美国16万多名货运区域通行和客运铁路工人 根据公开信的内容表示 立法者们希望联邦的知识资金尽快到位 因为该公司希望在今年开始施工 而工程的建设时长约为3.5年到4年 如果进展顺利 这条高铁有望在2027年开通运行 稍待回来要看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我在纽约为您报道 今天4月25号星期二美股收盘的最新情况 周二美股表现平软开低走低 今天盘前有多家企业公布一系列 好坏参半的财报 地区性银行低 共和银行公布上季度的存款大幅减少 引发投资人对银行业的担忧 主要股指开盘小幅低开 财报是今天市场关注的主要焦点 第一共和银行的股价 今天大跌了超过40% 这家区域性银行发布最新的业绩 显示第一季度的存款减少了近720亿美元 大约下跌了40% 降到了1045亿美元 同时第一共和银行还宣布要消减开支 包括在第二季度裁员20%至25% 投资人一直在担心的就是 第一共和银行有可能面临与矽股银行和签名银行 相同的倒闭命运 因此再度引发了市场对银行股的担忧 今天银行板块都受到了拖累 因此表现是疲软的 另外在其他的财报方面 联合包裹UPS今天公布的财报业绩表现不理想 是低于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期 不过包括了百事可乐 通用汽车还有麦当劳在盘前公布的业绩 则是超过了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期 另外市场还在等待的就是科技巨头 微软和谷歌在今天盘后会公布他们的最新财报 结束白时股指全面下挫 倒指下跌了344点 最后收报在33530点 标普白指数跌65点 报4071点 纳指跌幅最大跌了近两个百分点 下跌238点 报11799点 在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经济资商局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4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从3月份的104降至101.3 这是低于市场预期的104 创了去年7月以来的新低 尽管美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有所改善 但是民众对于前景的看法还是悲观 而且通膨的预期也是居高博下 个股消息方面 首先是来关系3N 今天收盘市股价跌了0.66% 收购在美股104.37美元 3N在今天宣布要裁员6000人 公司表示这一次的裁员 是公司更广泛重组计划的一个部分 预估可以消减高达9亿美元的年度成本 3N的执行长罗曼在声明中表示 这些举措将降低公司成本 进一步简化和强化供应链的结构 而且可以提高公司的利润率和现金流 同时ZVN也公布第一季财报调整之后的 每股获利报1.97美元 这是高于分析师预期的1.5美元 再来关心的是联合包裹 UPS兼股价收盘时下跌近10个百分点 收报在美股176.29美元 UPS公布一季度调整之后的美股收益 同比降27.8%至2.2美元 低于分析师预估的2.21美元 销售额同比降了超过6个百分点 来到了229亿美元 这也是低于分析师原先估计的230.1亿美元 以上是华语电视记者文威廉 在纽约所做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今天4月25号的话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宇兴伦 在新闻的最后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